你和俄国大V的对谈上了油管后 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留言 你读一下 谈谈感想吧 对 又看到了在 就是那次跟这个一个俄国大V的这个交流 在油管上有些留言 挺有意思的 这位先生的留言呢 我还不好直接念 因为这个国内的情况你也你懂得 他的大概意思说呢 这个他他说他认同我的看法 就是说社会发展是有其客观的规律 这是一再我一再强调的 就是说这个社会发展 他有的客观规律 所以这个人只说啊 这个客观规律 套于在现实上 所有的国家其实都是一样的 中国也不会例外 那么他呢觉得我说的有有一定的合理性啊 但是呢呃他说他也想过中国 这个这个出国画策 他说呢中国什么样的这个政治才是正确的呢 呃你看他又脱离了阶级谈什么是正确 因为正确的标准是什么 对吧啊你呃呃化学物理呃自然学科里边他有呃正确与否 你的理论正确与否他有客观标准 那么社会学科社会上的政治经济各方面什么是正确的 呃这里边你必须首先把你的客观把你的评据啊标准弄出来 所以他说什么是正确的呢呃他觉得我对将来发展的这个呃 呃呃呃 realizing that this is a creative 거예요 悲观啊呃 Elly啊 呃因为我说了就是帝国民族主义呢呃呃他只能是战争 所以他呢 这位留言人不能否定我的判断 但是他觉得我这个判断呢 是一种主观愿望 无法改变这个事务发展的客观规律 然后呢 他说我的 我现在的处境 跟我母亲当年的处境 比较相似 选择和平主义 这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我没选择和平主义 我选择了马列毛主义 不管怎么说呢 他说他要维护我的话语权 至少在我们学校里边 应该允许有我这个话语权 好吧 谢谢他 这里边其实有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说 右派经常说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但我坚决捍卫你的话语权 这话都是一些空话 为什么呢 你说的话不伤害他的利益 他维护你的话语权 你一旦伤害他的利益了 他也毫不留情的 你像那个川普 在美国 那么到底是哪些话是允许的 哪些话是不允许的 你像推特老板 现在叫X 推特老板 他决定什么话语权 是正当的 什么是不正当的 这是在美国国内 在国际上 这个不光是马斯克决定全球 通过推特哪些语言 属于正当的 哪些语言属于这个谣言 属于这个 不正当言论 你看脸书 谷歌 都是 他是全球 都是裁判员 他们决定 在第三世界国家 哪些属于正当的 哪些属于这个不正当的 所以 你可以看出来 右派说 捍卫你的话语权 别信这些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你要 你要威胁着他的利益 人家毫不客气 不管怎么着 这个人还想维护我的话语权 他说 现在目前呢 中国的情况呢 仍然处于向好的发展阶段 在不断的改善 他说 现在只要是这个 中国坚持 和平共处 互相忽利的原则 实行公平正义 致力于共同致富 这个正能量的发展方向 这一系列的话 真是 你要读了这个 或者理解了 列宁主义 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 你就发现这些东西 特别空洞 互利互惠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制裁中国呢 将来你看着 你别看现在中国 还没有制裁别人呢 当然美国制裁中国 中国不得不去 这个打贸易战 但是将来中国利益 受到其他的国家的损害的时候 第三世界国家 你说中国不会制裁别人吗 肯定会的 一样 就说这些呢 互惠互利 他这是看从什么标准出发 尤其是所谓公平正义 这个公平正义 这东西没有客观标准呢 我就发现好多人在私信里边给我留言 还是讲这些空洞的东西 狼吃羊 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呀 哪方面是正义的呀 对吧 哪个是公正的呀 这有立场决定的 所以在今天的在 市场经济的逻辑 那就是大鱼吃小鱼 那就是这个 弱肉强食 你说弱肉强食 是正义的 是非正义的 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呀 所以讲什么共同富裕呀 那么 那么土改 你别搞土改了 那地主和电农当然可以共同富裕啊 这个地主的土地不租给电农 他没法收租呢 对吧 电农不租地主的土地 他没法生存 对吧 一方面租地主土地 一方面愿意把租租出去啊 一个要租进来 一个租出去 那么这就是互利呀 这是共同富裕啊 对吧 你什么定义这共同富裕啊 哎呀 我这发现现在的网络上啊 好多这种混淆视听的 十四而非的啊 呃 太荒谬了啊 太多这种东西 呃 你真的去需要用 呃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那么去呃 识破这些鬼或人心的啊 混淆视听的这种呃词汇啊 公平正义 共同富裕啊 都是骗人的啊 骗人的 你你离开了所有制 你离开了这个对帝国主义的认识 啊 这些东西呢 只能呃 让你呃 看不清呃 当今的世界啊 因为呃 咱们看看美国这么多年 他什么时候说他是不是正义的 什么时候说他不是公正的 这里边就没一个客观标准啊 这位先生的留言呢 呃 有意思 那有意思 他一方面 呃 反映了他 呃 不得不承认啊 就说 呃 客观世界发展 尤其客观规律啊 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另一方面呢 他又受主流媒体的影响 呃 资战阶级 他确实是 他有好多这种 什么普世价值呢 那就是鬼或人心的 欺骗人的啊 这位先生的其实也是被呃 被影响了吧啊 啊 不能呃 清楚的看今天的这个世界局势啊 我一再说今天的世界局势 是我们又回到了一战的前夜了啊 现在是呃 争霸啊 帝国之间的争霸越远越烈 当然因为由于这个核武器的出现啊 呃 有超级大国的存在 呃 现在还不至于超级大国之间呢 互相直接核武器打 但是将来并不可免的 是对吧 呃 呃 军备竞赛 科技竞赛 啊 势力范围的争夺 甚至代理战争 啊 这样 这是我们看到的啊 冷战1.0的呃 实际情况 那么冷战2.0和冷战1.0 有非常大的 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 当然不一样的地方呃 就是因为冷战1.0呢 那时候两个势力范围之间的互相没有太多的呃 联系 经济上联系 今天呢 就是呃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互相依赖 啊 非常严重啊 美国离不开中国 中国离不开美国 但是互相呢 又要呃 美国要制裁中国啊 中国还要反制裁啊 所以这个情况比以前要复杂的多了啊 所以呢 这位先生呢 呃 一方面承认我讲的东西有道理 一方面又不愿意按照这个逻辑 推倒下去啊 呃 挺为难的 好吧 关于这个留言 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2 看不消III 词